台灣,熱美麗的島嶼,物種豐富 但近年來,許多珍貴生物卻瀕臨滅絕 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園 加勒福與一群本土小農 共同為賦予台灣的生態環境努力 十幾年前我到這個土地的時候 這邊的條件真的是很差 這個整區的危害可能超過50% 如果你用了很多的化學農藥、化學肥料 那其實在這塊土地上面的生命 其實受到極大的威脅 我們用友善的方式去對待這塊土地 十幾年努力下來 其實生態、土壤條件都越來越好這樣 如果我的田裡面能夠讓這麼多的生命 共存在這裡 我覺得這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買我們家的紅須玉米筍 不只是買到健康 同時買到對於土地環境的責任 更買到了對於生態保育的支持與貢獻 每個人是帶到出土地 我們是帶大陸吃福壽蕭 福壽蕭蕭很難 我們是怎麼堅持 不要用農藥來賜 因為我們對社會者有責任 所以堅持都用泰國的農藥來賜 有我們的堅持 環境都變好了 白蘭絲、仙魚、仙魚、仙魚壁 整個都慢慢回來了 小時候小時候不夠 我媽媽都沒有打工 都不怪 還不怪 還不怪 還要拿出那種魚肉 隔壁 以前很少 到最後那年同學 你說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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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 都沒了 很少了 這次都環境友善 對嗎 才有比較出錢 所以說魚肉其實都有出來 因為落後 它會長大股 我們去就來了 對啊 對 我們去就來了 我們就變成 生態平 那就不錯了 我們三週 我們就是在生態 一、二、四、五、月 所以期間比較長 所以它在地上會比較長 在友善小農的努力下 台灣的環境越來越好 多樣的物種 讓我們的生態更完整 加拉夫全力支持小農們的理念 每天將友善農作呈現給消費者 讓我們的家園生生不息 小農們需要更多的支持 打造永續的環境 請與加拉夫一起用心守護